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悔改促进我们前行 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属世之人转变为一个属灵之人 有两种状态是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摄入和经历的 第一种状态叫改造 第二种叫重生 在第一种状态下 我们从属世的自我盼望 从属世的自我盼望具有属灵的自我 渴望成为属灵之人 在第二种状态下 我们成为既是属灵之人 又是属世之人 第一种状态是由真理带给我们的 但是这些必须是关乎信仰的真理 通过这些真理 我们只在提升良善 第二种状态是由出于良善的善举带来的 通过这些行为 我们便能更深入地进入与信仰有关的真理 换句话说 第一种状态产生于我们知识的思想状态中 第二种状态产生于我们意志之中的 意志之中爱的状态 随着第二种状态的开启和发展 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这里有一个逆转 那是因为此刻我们意志中的爱 浇灌我们的知识 并引导和驱动我们的思想 与我们的爱保持一致与和谐 当出于爱的善举占据首要地位 而关乎信仰的真理退居次要地位时 我们就会成为属灵之人 成为新造的人 这是我们的行为出于良善 我们的言语出于信仰 我们发展出了良善的感觉 这感觉来自仁爱 以及对关于信仰之真理的认知 于是我们进入主力 进入平安的状态 简而言之 我们重生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 开启了第一种状态 就是改造的状态 死后就可以进入第二种状态 如果今生在世上 没有开启第一种状态 就是没有一点忏悔 没有一点改造的迹象 那么死后就不能被引入 第二种状态获得重生 这两种状态可以比作 随着春天到来而升高的光和热 第一种状态 犹如黎明前的雄鸡暴小 第二种状态 犹如晨曦破晓后的清晨 第二种状态的进展 就像白天走向正午过程中 光与热的不断增强 这两种状态 也可以与谷物的生长相比较 在第一阶段 它们就像青草 随后它们会长出果碎或果絮 最终在这些结构中 长出谷粒 这两种状态 也可以与树木的生长相比较 初始从地下的种子中 发出一个芽 再成为幼干 然后形成一叶子繁盛的树枝 接着开花 而花中又开始结出果实 随着果实的生长和发育 生成了这棵树的后代新种子 第一种的改造状态 还可以 还可以蚕做比喻 蚕自己吐出蚕丝 并把自身包裹其中 经过他所有的心情工作 这就是改造 最终变得能够空中飞翔 不再像以前那样 以桑叶为实 而是以花蜜为实 主 除非我们重生 成为新造的人 否则我们无法进入神的国 主在约翰福音中教导说 如果我们没有重生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 耶稣对尼格迪姆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 这里神的国既指天堂 也指教会 因为教会是神在尘世的国度 在圣经其他各处 也如此讲述神的国 例如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这么些章节 我就不一一念了 以及其他章节 从水和圣灵生 意味着生于 与信仰有关的真理 并遵循这些真理而生活 关于水的意思为真理 见揭秘启示录 这些五十啊 六一四啊 六一五啊 六八五 九三二等等 这些节 属灵意味着 我们遵循神性真理 去生活 这清楚表明在约翰福音 六章六十三节 主的话中 所谓实实在在的意思是 这是真理 因为主是真理本身 所以经文中 经常说阿门 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 主自己被称为阿门 见启示录三章十四节 在圣经中 那些重生的人 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和从上帝而生的人 重生被描述为 我们有了新的心 和新的灵 理性也是我们完全明白 我们必须重生 我们生来就有来自 父母的各种罪 这些罪存在于我们的 属世自我中 而属世自我 与我们的属灵自我 直接对立 而我们却是为天堂而生的 于是除非我们成为属灵 否则我们无法进入天堂 而这只有通过重生 才能达成 因此不可避免的是 我们的属世自我 及其欲望 必须被驯服 受控制 颠倒归正 原来是颠倒的 头巢下的 现在颠倒归正 就是重新直过来 头巢上 否则我们非但 无法迈向天堂一步 反而会越来越远的 堕入地狱 当然只要树立下面的理念 我们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一点 我们相信人类生来就有各种邪恶 承认善和恶的存在 并认识到他们彼此处处对立 我们相信有死后生命 相信天堂和地狱 我们知道邪恶 铸成地狱 善良成就天堂 如果任其发展 我们属世自我的本性 与动物无异 也就是说 就其意志而言 它就像一只野兽 然而与动物不同之处 在与其致时 而致时可以被提升到 高于意志的欲望 从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欲望 甚至可以约束他们 这是我们能够出于知识 去思考和讲述 而动物做不到 看看各种野兽 就可以明白我们生来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不获重生 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子 我们将成为老虎 豹子 野猪 蝎子 豺狼 毒蛇 或鳄鱼等等 因此 除非重生使我们变成绵羊 否则除了成为地狱群魔中的一员之外 我们还能是什么呢 那么如果我们与生俱来的凶残本性 不被世上的法律约束 我们肯定会互相攻击和屠杀 互相劫略 甚至彼此一无所生 看看整个人类 有多少人不是天生的撒迪尔 这个柱 撒迪尔是古希腊的那个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神 和普利帕斯 这是古希腊的生殖神 或类似蜥蜴的四族动物 如果没有重生 这些人能有多少变得比猴子更好 若培养外在的道德 只是为了掩盖内心的邪恶 就仅仅能将其提升到这个高度 好 这一部分的内容 就这些 然后这是依恩牧师的评论 好 谢谢广民兄 好 教学 依恩牧师的点评 作为一般规律 作为一般的规则 没有什么事情会在瞬间发生 在过去的几天里 尤其是在上礼拜的学习之后 我的脑海当中一直闪现的是 如果有的话也很少 有事情会在一瞬间里面发生 当然我们经常希望这些事情会发生 我们可能希望立即变得富有 或者立即恢复健康 但是作为一项普遍的规则 这并不是那么有效 让我们想一想 这个问题 很明显 世界不是在一瞬间里创造的 一个婴儿也不会在一瞬间里变成一个成年人 一个人如果有志于成为一个有成就的音乐家 他就必须不断的练习 也许每天都要有一定的时间在练习 男女运动员也是这样的 我最近听说有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 每天都要练习五个小时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的目标是学习医学 成为一名全科的医生 他知道这不可能在一瞬间里发生 但是对他来说 将要面对的是多年的学习 早年 当今年的早些时候 洪水催化了 昆士兰东南部周围的农场 那里种植着许多的蔬菜 蔬菜的价格忽然变得非常高 但又过了一个种植季节 大约三个月吧 才种出了新的作物 价格又降了下来 这不是也不可能都是瞬间发生的 二例外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我所想到的是 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 倒成肉身的时候 所行的神迹 他把水变成酒的神迹 是技术发生的 请看约翰福音的二章 一到十二节 用五个小饼和两条小鱼 喂饱了五千人 也是计时的 耶稣对人的医治 是计时的 比如说 我见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 希望他们成为最早期 并且很脆弱的基督教会的成员 当时人们的思想是如此的封闭 他们固制于世俗的东西 他们难以置信的反对 更加灵性的信仰和与上帝的内在联系 而神迹挑战了人们 让人们放下坚硬的心态和封闭的思想 关于这种封闭的心态 请见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十二到十五节 尽管人们是很脆弱的 但基督教会慢慢的变成了强大起来 三 然而例外并不是规则 除了这些例外情况之外 绝大多数的事实是 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是逐步的 要经历过程 当涉及到我们成为一个重生之人的时候 尤其需要坚持这一点 耶稣关于人性说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 就是主的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记得很清楚 你们必须重生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七节 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新人 就像一个新人类一样 这需要时间 其中涉及许多的步骤 让我们先看一下耶稣关于种子生长的比喻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26到28节 耶稣说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子就发芽生长 那人却不知道如何会成这样的土地有自然而然的出产五骨 先发苗 后长碎 然后碎上结成饱满的骨子 请记住 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关于神的国度 那么神的国度在哪里呢 确切的说 是在我们的心里 请见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 第十二十一节 那么耶稣通过这个比喻 教导我们什么呢 主在教导我们神的国度 在我们的心中 只能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 它不会立即的发生 我们不会在某一天 是外在的感性的 为重生的 第二天就成为重生的人 成为上帝的孩子 请看一下旧约吧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故事 就是古代以色列人 从埃及的奴役当中逃脱 还有他们前往应许之地 然后定居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灵性含义 是关于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正如那些故事的以色列人 被警告的那样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尽管他们希望会是这样的 一点一点的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而这正是我们的状况 四 悔改 改造 和重生 在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 真正的 诚恳的 以灵性为核心的人的过程中 要经历三件不同的事情 或三个步骤 我们前两次学习会上 都是关于悔改的 我们已经看到浪子如何悔改 或者醒悟 录下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 摩德拉的玛利亚如何悔改 用他的眼泪洗主的脚 并用他的头发擦干 这是在录下福音的第七章的三十八节 录得不认耶税以后如何的悔改 他痛哭流涕 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的七十一节 大卫王是如何在他 所做的可怕的 有罪的事情之后悔改的 请见诗篇的五十一篇 我们还看到悔改 不仅仅是感到抱歉 或者感到羞愧 真正的悔改 必须来自于对我们故意 和有意识的说过或做过的事情的恐惧 来自于我们发自内心 心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罪 我们不仅打破了与上帝的联系 而且失去了一些只有上帝 才能为我们修复的事物 然而这些悔改 仅仅是第一步 五 悔改后的两个步骤 我希望这个时候 你们有帮助 我在这里以一个例子开始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 我曾参与培训来自菲律宾的候选人 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而不是澳大利亚 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 其中一位候选人 曾经是酗酒和吸毒的人 在他被接受培训 而成为牧师的两三年当中 他告诉我 他达到了谷底 换句话说 他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竟然是多么的丑陋 多么的奢靡 多么的毁坏健康 多么的自我放纵 然后就像浪子一样的 他清醒了 他感到了惊恐 并憎恶自己 这就是忏悔 这就是他的第一步 当这个年轻人处于谷底 为自己的言行和奢靡的生活 而痛恨自己的时候 他发现了他父亲一直在读的一本书 这一本书是瑞公的数天的奥秘 第一卷 里面解释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内在含义 这是他对圣经产生了新的热切的兴趣 他开始阅读 阅读 还是阅读 随着他阅读并思考所读的内容 他看到自己可以拥有一种更好的生活 一种主可以帮助他实现的生活 这一种生活成为他的焦点 他想要这种生活 于是朝向这样的生活走去 他看到了将引领他走向这种新生活的真理 他抛弃了何为幸福生活的旧的思维 他所读的真理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主正在重新塑造他的思想 这就是他的第二步 改造是指我们的思想重新形成或者重新构造 当一个已经悔改的人 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 更快乐的更有用的和灵性上的生活的可能性 并决心为这种生活而努力工作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改造 比如第三页 改造是我们从属世的自我的盼望 具有属灵的自我 渴望成为属灵之人 而 2005年 这位 我出席了他的案例的仪式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 直到 他 在2015 看到来自主的新生命越来越多的 注入了他的内在 他成了一个被改造重生的人 我可以看到上帝的圣灵 在他的生命当中运行 他的第三生命流进 他的内在 喂 喂 不是 你的网有问题吗 管明兄 你 看你 重复念了 你就好 一直往前念 快快 走吧 继续继续 继续念 您懂 您的画面没出来 你这句话没念吗 他的第三步 好 好 念了 我再来一点 新生命 流进他的内在 流进他的内在 重生是指主 那里流进我们的新生命 流入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 愿望和 每一个行动 第六页 一旦真正的重生开始 这时我们的行为 出于良善 我们的发展出了良善的感觉 这感觉来自仁爱 以及对关于信仰之真理的认知 于是我们进入主 于是我们进入主理 进入平安的状态 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是通过这个例子 改造和重生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些 是我们成为重生者的步骤 不是发生在一瞬间 而是有时要经历许多年 耶稣说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日子若不住在葡萄树里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四节 一如既往 我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学习聚会 耶和华说 靠你有力量 心中有神道路的 这人便为有福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这是在十篇的八十四篇的五节 和十到十一节 好好走吧 要在主里面坚强 耶稣牧师 OK 谢谢 OK 谢谢 Pastor Yen Great Thank you Pastor Yen Thank you Guang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So clear So encouraging Yeah Surely We need to step by step Thank you Pastor Yen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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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much Wonderful Lin Could I just ask Is there anything That Sean Just now Has read Or The study notes Which Guang read That Anybody In the group Is asking Questions In their mind About Is there anything That wasn't Clear To the men Could you ask Please Yes I will Thanks Y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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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re In In Is there In Is there Anything That wasn't To the men Could you ask Please Yes I will Thanks In In Is there Is there In Is there Can Is there Is there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呀? 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把这个问题,自己有什么有点不太清楚的地方。 请我问,是个例子刚才印举的那个年轻人,就是菲律宾的那个年轻人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例子是不是能够给大家非常清楚的展现? 这个三步,就是这个悔改呀,然后是改变自己,然后是这个重生。 这三步,能不能就是说都非常清楚,大家感觉如何? 那你们不讲,我就讲了这个,今天印举的这个年轻的菲律宾, 来陪训的这个牧师的三步,讲得很清楚。我也能理解,怎么这个三步是怎么走。 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呢,是我们的page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最后,我刚才去。 I can see it if we begin the first state while we're in this world we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second state after we die but if we do not begin the first state while we're in this world we cannot be brought into the second state or be reborn after we die is that the question okay it means that if you leave this world and you have no interest whatever in a spiritual life but only living for yourself then that will not change after you die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if you've made up your mind that life is all about yourself and you're not in the least bit interested in the in anybody else you're only interested in yourself then that won't change when you die all that the lord asks of us is that we are looking to something better now if we die when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better then we will be shown what is better after we die I've been not going any further Lynn thank you yeah yeah 那个刚才小伊当然就问这个第九页哈就是说第一状态第二状态 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刚才就是啊又重申了一下啊 就是说啊当我们在这个啊在目前的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 如果呢一个人他对这个啊属灵的这个生命啊根本就不感兴趣 或者是根本就就是说没有什么概念 他所所有的想法都是关于他自己 这个时候呢啊当他就是去世了 他就不会有什么变化 就是说他在这个在世的时候 他那个状态实际上就是说完全是属世的状态 或者是自己的状态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s that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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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eah they uh you just uh mentioned that the first state um the second state even though know the first state and after people die they kind of go in the second state yeah that's right it all the lord asks is that we are trying we're hoping we're thinking there's got to be a better life oh yeah yeah and if we are thinking that if we are wondering where it is if we are hop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n and we take that with us into the next world then the lord can do something to help us grow into a spiritual person but if we've got no interest none whatever then and we go into the next world then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our attitude yeah yeah is that okay Lynn yeah yeah that's the okay it's like like Lynn it's like the um the rich man and Lazarus in the parable in Luke chapter 16 the the rich man had all sorts of um worldly things he didn'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yeah and when he went into the next world he was the same person yeah remember Lazarus was the beggar the poor man who had sat begging at his gate in this world he didn't care about him at all in this world and he didn't care about him in the next world um thanks Lynn okay 那个 刚才就是 印又进一步解释了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对这个灵界的事情 毫无理念 而且并不关心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什么希望了 就是说 当你死后呢 你不可能 就是再去转变成 就是 第二种状态 然后这个 他又举了这个 路加福音的16章的那个 就是 回顾了16章的那个例子 就是那个 那个 有钱的那个人 他在世上的时候呢 他根本就 不太关心 根本就不关心其他人 也不关心其他的 他就只知道 他自己的这个富有啊 关心他的财富啊 什么这些的 所以呢 他死后呢 他的状态是不能变化的 但是那个 那个穷人啊 就是 就是在他家门口 要饭的那个 我还真的 这个中文的那个 拉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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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拉撒路 谢谢 拉撒路呢 他呢 就是说 他没有这个财物啊 就是财富啊 什么这些的 所以他根本不关心这个 世上的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呢 说明他死后 他的状态变化了嘛 他进了这个 天堂 所以就说明他在 活的时候呢 他是关心的是 就是说 灵界的事情 在我的 里面 比当诸 在 这些 第四 这个 这些 是 她问 金 就吃看回 逐争 五 材 是 게요 的 一直 小 纳 repentance because repentance is feeling shame and horror about something we've done which is wrong right so you get psalm 51 which was written by king david after he committed two terrible things and he that psalm 51 is full of his shame he is absolutely horrified that he did what he did now that's repentance repentance yeah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t is yeah but the first state um in this particular teaching um is said on the page three is that this reformation that means i started to um understand the sum yeah yeah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now sorry sorry yes i apologize repentance is first said in english yeah repentance sets the stage yeah yeah okay i'm sorry about that that that's okay that that's fine uh just a clarify it yeah yeah yes repentance sets the stage yeah sorry go go ahead please go ahead yeah uh刚才就是 yin 也在讲啊就是说因为刚才不是还是在讨论这个第一状态和第二状态之间的这个转变吗 所以我就想这个澄清一下哈因为这个啊印说这个第一步呢实际上就是说要悔改 啊有了这个悔改啊有了这个悔改的比如说这个悔改其实并不是说啊我这个做的不对我要悔改 他实际上要是从真的是从内心里非常的悔恨去而且有一些惧怕自己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哈 啊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悔改的了解对自己的错误哈 就是说比如像大卫王吧他错了以后他就真的是从啊就是说内心里面大彻大悟的那种悔改哈而且非常的痛苦啊就是说也非常的恐惧自己怎么做这种错事 所以就是说这个悔改实际上并不是说你有一般的了解对自己的错误哈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说啊这个这个是好像我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就是谈的这种悔改啊大家要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状态呢第一种状态呢在这第三页说了啊就改造啊第二种状态呢叫重生这个这个当然都是在这个啊有了悔改的这个愿望的这个基础上和真心的这种这种变化所以呢这个第二种状态呢是真理带给我们的就是说就是说他通过我们就是提升我们的这个啊对错误的任务 提升我们的良善然后能够接受真理这个实际上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思想状态的这种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然后呢这个第二状态呢是重生重生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啊学习材料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他是就是说出于良善呢的这个善举带来的就是说第二步呢第二个状态呢是落实在我们的行为上 不仅仅是你相信真理了有信仰了而且你的行为第二状态要做出来但是就是刚才这个小一问的这个第七页呢就是说如果你悔改了又认识到了真理就是说真理的良善良善的真理啊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重生的这个状态啊 那在这个今后你死后呢也是能够被引进去的但是你第一状态没有开启的话第二状态也就不能够发生 我不知道这样大家就是说理一遍清楚没有可以听好谢谢 理的挺好玛琳谢谢但是有一还有就是说这个硬解释的非常深刻了但是如果说第一种状态当然这第一种状态是指人在世的时候 他的这种属世的一种状态如果他太自私啊什么东西那么有的人比如说这不包括是不是包括就有我们以前也讨论过的有的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也从来没有听过灵性的教诲 但是呢他做人就是从内心出发的或者从受了法律影响的或者社会受到社会这个这个制约的他不光是爱自己那么他这个还是有行为上面还是有这个能够帮助别人啊为别人着想啊或者这样的人 那么就说这边是只有第一种状态那么到了灵界以后呢这个还是能够帮助他开启第二种状态 如果说我们活在世界上都是做恶人的那么就说哪怕你再怎么样你到了到了灵界以后你或者是在世的时候你没有属灵的话 那你死后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更深一步的 是是我给你翻译过去啊 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可能还要再具体地再深入地讨论一下 是 diligent的 只要为 raz doubt也讨论一下 你法律護士 asking那些人 发生 LEZUND 得根 they don't really read the Bible but somehow their inside of their heart is kind and loving and all they may influence by certain laws or educ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society so that they only do they do they try to do the good behavior as well so this type of people do the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that they already open the first estate when they're alive and then they have a hope in the after they die they can you know open the second estate yeah just offer this Lynn so long as those people are doing what they are doing not for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appear good in the eyes of other people that's the question if they are doing good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goodness that's different yeah yeah and it's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good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goodness yeah who who will be helped to develop into spiritual people when they pass into the next world yeah the motivation yeah yeah it's the motivation thank you yeah okay thank uh in the 解答呢就是说只要这些人他做这些良善的事情 不管他在外面是就是说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他做这些良善的事情 嗯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人的这个益处 但是呢有些人呢 他为了表现的 在别人面前 表现出一种良善的形象 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 这个别人 自己在别人中的这个形象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我们说的 这个第一状态的开启 第一状态的开启 一定是真心为他人 这个就是说不是为自己 明白了 非常好 谢谢 这个是根本点 谢谢 it is it is thank you that's the essential the bias I think that thank you really clear now some people Lin and Z some people say I'm doing good 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yeah now when they say that they're saying they're doing it for goodness's sake they're not doing it for themselves but they're doing it for goodness's sake and that's very positive that that means they're open to being helped and moved forward to rebirth when they die in the spiritual world yeah yeah thank you he said I think in reality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bit complicated you know some people really think that they do the world or do others the good thing but it's not necessarily it's really good just because lacking of knowledge and and they don't really realize that even they have a good intention but they don't actually do the right thing no it's very it becomes very cloudy very yeah very cloudy but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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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Lynn yeah believe in doing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eah they just do it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y'll help other people look at look at the flood in Victoria yeah hundreds and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are rushing out to fill bags of sand yeah not because they are trying to appear better than somebody else they're just doing it for goodness sake to help each other yeah that's a lovely thing it's a really lovely thing yeah their motivation is to help others yea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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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motivation is to help others then the lord can use that and help and help them become spiritual people yeah yeah um 就是印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这个 云山雾罩的哈但是就是说主要还是看动机了看动机了比如像我们现在就是 维多利亚省啊它有了这个洪水啊就是说有灾洪灾有的人那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抢救他人生命 这些行为肯定是还是就是看动机它是为了其他人好 you know um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s that i think i am i wrote to you the other day uh like in john five uh it said that um uh jesus said you study the scripture diligently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n them you have eternal life so this is really sound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jesus also said that yet you refuse to come to me to have lives that means that some people study bible is a good thing and they study very diligently even um and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they study bible they have a scripture and then they can find eternal life in it yes and they i didn't still think that you still refuse to come to me to have life they're studying the scripture yeah because they want to feel superior yes to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feel more learned than other people yeah and that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of the scribes and the sadducees and the pharisees yeah that jesus um you know that they were surrounding jesus questioning doubting mocking yeah so on they studied the scriptures very very carefully yeah but they studied them so that they could uh be seen to be more learned than others yeah yeah what a waste of time yes it is it is yeah so so so刚刚才我们就讲就是有些事情吧 其实是真的是很难辨别的哈 就是那天我在读这个约翰第五章 嗯大概是三十几节吧 他就是耶稣讲的哈 说你们就是说很认真的来学习这个圣经 因为呢你们呢 是认为是认为呢这个圣经里头哈 有这个永生 所以你们就是就是说好像把这个圣经的言语啊 看得很重再认真学习 但是完了以后他又讲呢就是说 但是你们呢就是说拒绝到我这里来吸取真正的生命 就是说你你可能很重视学圣经你看的都很好啊 但是呢你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到我之来所取真正的生命 嗯我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可能理解不对啊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嗯你学圣经可能就是说句句都明白 你可以讲到啊你可以就是跟别人说的很好啊 但实际上呢你没有真正的用圣灵来指引你真正学到 就是啊我们这个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主的生命 就是说你真正做起来啊真正呃就是重生啊什么这些的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你看着很有知识很那什么 对圣经也是就是讲的是很好 但实际上他的目的呢就觉得好像我懂了圣经之后 我就有了这个永生啊 并不是说真正从耶稣那里去索取生命 所以就是说这种这种这种就是说 真在实际当中辨别这种状态啊其实还是还是蛮难的 Lynn Lynn Yes Before I leave could I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most amazing and wonderful teaching it's by Paul the Apostle Paul it's in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and it is I mean the whole chapter four yeah that's just really wonderful to read it's the most wonderful uh chapter but yeah it is it is can I just get you to read chapter four from verse 17 to verse twenty four that's just a section that's just a section but it highlights how we become a new person a new person so if it's Ephesians chapter four verses 17 to 24 would you would you please Lynn definitely I can read that um um I guess consider the time already eight o'clock do you want to make some comments regarding these uh Bible words first and then I can translate read and translate after we pray uh how do you think uh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you reading it because I've got my Bible open and I can read it in English it's so beautiful it is so beautiful okay I'll read thank you thanks 啊我们现在读以以佛所书第四章 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就是这个以佛所书第四章真是写得非常的非常的美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哈 所以我要这样说 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向教外人 就是说 不懂就是耶稣真理的人 存着虚妄的意念 他们的心思昏昧 因为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他们既然瞒目不仁 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 贪行各样污穗的事 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了他 在他里面受过教导 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 就要除去你们那些 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 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 渐渐败坏的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thank you Ian this is really wonderful 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讲的旧人和新人的转变 thank you it's just a magnificent chapter the whole chapter Lynn because we won't read it now but if you went on in verse 25 to the end of the chapter verse 25 to 32 Paul the apostle Paul really does teach us and show us what a new person we become when we become reborn or regenerate yes just one details it does yes ye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Lynn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I'm going I'm going to lead a prayer then you can have a rest 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晚上 众志弟兄姐妹 一起来在你的宝座前 在学习你的真理 和我们的音牧师 共同讨论 关于悔改 改造 和重生的过程 这里面的属灵意义 以及 他所要经历的 各种各样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深刻的 灵性的 事件 主啊 我们过去曾以为 重生是一瞬间的事 随着我们的学习 我们会发现 我们意识到 重生是一生的事 重生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些肮脏 那些误会 当我们要经历改造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经历 刻骨铭心的痛 这都是 在属灵的道路上前进 所必须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美好的真理 这样宝贵的真理 让我们 在今生 这短暂的生命中 能意识到我们生命的有限 我们心性的不纯洁 缺陷 甚至是种种的罪性 我们愿意承认它 我们愿意悔改它 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圣灵的引导 进一步得到改造 以求 获得重生 将来能够 当我们去过 今生过后 能和你在天堂里 共享光明 和永久的福乐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一目是明天要到医院去做 进行治疗 恳求你 用你的大爱的手 带领它 引导它 保佑它 让它一切平安顺利 让它的身体 让它的灵性 都得到你的关爱 你的慧顾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祷告 奉你的大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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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God protect you bless you tomorrow bless you for tomorrow's treatment yea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love you yeah have a good day thanks again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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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大家继续 顺便说一句,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回顾时间 是每个月的最后一次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一批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请尽快尽快发给我 谢谢 玛丽,你刚才那个印讲完的这些话 你还有要翻译的有没有? 印就是刚才就是说,刚才我们是读的17节到24节嘛 他说这个25节到32节呢,就具体讲的是,就是说怎么去做 就是说刚才那17到24呢,就是说这个转换,怎么去转换 然后呢,就是说具体是怎么去做 比如说你生气不要犯罪呀 寒冬不可到日落呀,什么这样的 这个具体的东西,他就是说引起大家注意 自己读一下 你要觉得我应该读一下,我就读一下 你读一下,好 好的,从25节,第四章25节 以佛所述 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 个人要与林舍说真话,这就很具体了 你说话一定要说真话 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你不能这个你的这个这个手臂去骗你的这个腿啊 这样的下肢量 生气却不要犯罪,寒怒不可到日落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偷窃不要再偷,却要做工 亲手做正当的事,是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听见的人得益处 就是你说话一定要对别人的造就有好处 适当的,而且是 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 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得赎的赎罪的日子 一切苛刻,恼怒,暴雷,嚷闹,毁谤 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中除掉 要相互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 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是非常具体的 Thank you 谢谢 现在是大家自由讨论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有愉悦发言 谢谢 那我来就先讲了 大家不想 那个今天的这个学习 我记得前一次我们刚刚开始 学那个 这个悔改以前 我们上次学的时候 我就上次就提供过就是这个悔改啊 改造啊,重生啊 这些东西的排力啊 怎么样去考虑这些问题 通过今天的学习以后 我慢慢有点理顺了 就说 那么我们上一期是讨论了悔改 那么有了这个悔改呢 我们才可以走下一步 要是没有悔改还自以为是还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的话 你也不可能来改造自己 也不可能有重生 所以呢 这个悔改呢 是要在前面行的 这个今天我搞清楚一点了 跟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始工的这个改造与重生的第一个小节呢 从学习上来说呢 不是太难 就是说 他还是讲得非常清晰 那第一个大点 我就觉得他主要是讲 从蜀式 如何走进蜀林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从蜀式走进蜀林呢 就要牵涉到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改造 第二个部分就是重生 那么改造呢 就是要同我们蜀式的那些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要去自己要去有自己心里要去盼望 要有一种欲望 要去自己觉得我要成为有蜀林之人 这样的情况呢 就相当于第一种状况 就是你开始要想去追求真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所熟的这个思想状态呢 还是一种叫知识 就是我今天很佩服这个广斌的翻译啊 这个这个很难翻的 思想这个思想状态 你就是实际上 你也可以说是智慧 也可以说是一种认知 但是用知识 知智慧的知识 是识别的识 这个词我觉得今天这是肯林广斌 是不是你翻译自己用的选的这个词 我觉得非常好 就能够帮助 我也是在好久在琢磨 因为这里有穿越时空的书 有一些词汇的选择是很难的 就是很难的 是啊 就说今天你选择的这个字 我就突然 我容易 就相对来说 我容易理解一点 那么这第一种状态呢 也就是说 他举的 死工也举了几个例子 就像雄机暴晓了 我们要开始生命了 生命就是相当于新的一天来了 那么雄机暴晓呢 就是第一种的 那么那个死工也举了 像草啊 开始要撒在地下发芽啦 树种在地下要发芽啦 这个蚕把自己包在里面蚕丝啦 这都是第一种的状态 那么这种第一种的状态 实际上也是 人在处在世上的时候 也有一种 其实这样是一种理性的状态 这种理性的状态呢 就是我们因为生来都有罪嘛 但是我们又 这个受到了我们自己所 哪怕就是我刚才问 想就问了问题 就是说哪怕你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圣经 但是你所生 所长的这个你的环境当中 一定会有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我该去做 这个事情是犯罪的 我不能做 也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 就人的两种罪性 一个罪性是与生俱来的 还有一种上帝给了我们一种温柔的东西 一种爱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这是所谓第一种 就所谓第一种状态 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种状态 那么就是刚才我问的 因为Page第七页读的时候 一闪而过我没太弄懂 那么现在我就弄懂了 如果在世界上 我们没有开启第一种状态 那么死了以后呢 我们不可能进入第二种状态 就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一样的 他们两个进了天堂以后 财主说 哎呀主啊 你就我还有五个兄弟在地上 那个我还在 我在这边受煎熬 口干得不得了 然后为什么拉撒路可以在 这个上帝的怀抱里 要叫上帝派天使去通知 他那个五个兄弟 要改变他们这一种 第一种状态 实际上实际上就too light 今天我才弄明白了 那这就是说 你在世的时候 如果你第一种状态 没有改变的话 你是你哪怕你这个五个 这个兄弟让他去 还是要让他们这个 去改变 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跟他一样 跟这个大财主一样 都是什么东西 都是为了我嘛 那么如果说 今生在世的时候 哪怕拉撒路 他是个乞丐 但是他可能为人 为人很善良 可能虽然没有钱 要吃财主 留门口的那个狗食 但是他的心 就是可能就是 从内心来说 是一个善良 那么所以说呢 有这样的人 在如今 今生的世上 有了开启 第一种状态以后 我们死了以后 才有可能 进入第二种状态 那么这第二种状态呢 就是我们 讲的第二种 叫重生 那这个重生呢 实际上也就像 有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这个重生就像 太阳出来了 熊鸡豹小了 白天就开始来了 然后你种下去的草呢 慢慢的开出花来了 种下去的树或者什么 这个开出果实来了 结出了新种子了 那么就像蚕丝一样 他到了时候 变成一个美丽的福地飞出来 可以去飞翔了 他要 他吃的东西就是改变了 变成这个蜂蜜了 不是他以前吃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两种状态 就是第二种状态 就是牵涉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广斌这个翻译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知识东西要进一步的思考 有了这个思考 其实我们就有了意志 那么这种意志呢 实际是在爱的状态中产生的 有了这种爱的状态 我们才可以 不是为了自己去行出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那个 这个牧师今天举的这个年轻的牧师 这个受训的牧师 他也是这样 也是这三步 第一步他要悔改 要惊恐 憎恨自己 那么有了这个悔改以后 他就说 我要寻找一种新的生活 那么主就引领他 抛弃那种旧的观念 这样他才可以有第三步 来到主的里面 让主的新生命 让主的流 灵流 流进他的内在 他才是可以真正的进天堂 与我们的父 享乐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两种 实际上今天就是这两种 改造和重生 第一种状态和第二种状态 这里面的 其实这个史公讲的 非常的清晰 那么 最重要的总结点 也是主 这个史公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史公的这一章节的 最关键点 就是爱和善 具首要地位 而信仰和真理 具次要地位的时候 我们处在了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状态 让我们在主里得平安 让主的灵流到我们的身体的心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教会 这样我们就能重生 有了重生 我们才能进天堂 这是今天的最主要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姨 那个刚才小姨讲的这个 爱和真理 这个关系的问题 当我们不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 学习真理 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学习了真理 才能使我们有了 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才能够有了努力的方向 但是如果一辈子 永远把真理作为第一位 而把这个良善不放到第一位的话 那么因为良善 是我们的意志的表现 是我们的人性的最根本的特征 如果你没有良善 你只是有真理 那就是说你夸夸其谈 你讲的天花乱坠 那实际上你那个意志 并没有跟上你这个知识 或者你的认识 所以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应该是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良善要位于守卫 你那个真理呢 就位于次要的 不是说真理不重要 而是这良者 到了那个层次的时候 那个良善是占了主导的 那个真理是相辅相成的 是对你的良善 是造成锦上添花的这种作用 这个红花药药绿叶福嘛 如果没有真理 那个良善可能会 当然也会 但是呢可能会 它就不充分 不完善 那如果没有良善 只有真理 那个那就很麻烦 也许还很危险 谢谢 谢谢广卫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我们学到今天的自己 我始功在讲了以后 我内心里面确实是在讲 这个平衡状态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重生 那良善和真理这个关系 我看到始功说这个中文翻译的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良善呢 是真理的 构成真理的本质 然后呢 真理呢 能够是良善呢 达到一个品质 就是这个人 他的这个品质呢 良善的品质呢 是由真理来决定的 然后这个人的真理呢 他的这个本质呢 是由良善来决定的 一个是本质 一个是品质 这条词我感觉翻译的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雅各 更明确了 就是说始功说到这个人 就可以单方面在真理方面 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步 但他这个良善呢 却没那么高 最终这个人 他的这个 他的状态呢 是由他那个良善的多少来决定 对好 比较好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 欢迎 梁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 咱们刚才学一幅所书 这个第四章 25到32节的时候 我想问的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个说 生气不可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个日落应该有灵异吧 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寒怒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像咱学创世纪 说有晚上有早晨 说晚上一样 那个灵异 就是不可 那个日落是这个意思呢 还是 自义的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大家都能回答 都能回答我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第几节 就是 最后一节 32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 以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神在基督里 这在这里怎么解释 我想问一下 好我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大家 这个寒怒不可到日落 我的理解是 意思就是 你不要 那个 没头没了的 永远在那寒着路 你就应该很快地 就把你那个怒气消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这个 死缠烂打 就是希望你能够 很快地就把这个 即使有曾经有过怒气 也可很快地把它停下来 倒也不一定要是 这个天黑吧 不一定要是日落吧 意思就是说 你赶快把它 把它就消下来 我是理解 是这个意思 从字面上来理解 那个你说 至于它那个日落的灵异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句话 可能从字意上理解 应该有 应该就可以正确理解了 我 当然我没有 没有 没有读到 关于这句话的灵异 是应该怎么理解 或者是怎么解释 神在基督里 这个我觉得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因为上帝 道成若生了 道成若生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是 就是上帝 他的本体 就是在基督里 就在基督里面 他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本身就是 就是这个天父 他自己 亲自来到世上的 所以 神在基督里 这句话 我觉得 好像应该没有什么 从字面上来讲 好像应该没有什么 过 过于复杂的 这个内容吧 谢谢 那这个可以直接理解成 就像主 饶顺了我们一样 对 因为主 在十字架上 他 就是被 他所爱的 这些百姓 他要救的 这些百姓 把他定死 然后他向父神 为他们祷告 就是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嗯 我同意 非常赞同 非常赞同 雪平 对的 我 你在讲的时候 我心里就 那就是十字架 就是像广宾说 道成入生 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么实际上 这个神的 神在基督 实际上就是 在十字架上 饶恕了我们 感谢 感谢主 谢谢老师 请吧 嗯 这个日落 我还是觉得 就是因为人生气的时候 呃 不是说他 嗯 没完没了 人生气的时候 就会 嗯 因为一点小事 会想到很多 就是 有时候会 撑这么烂骨子 一起到 然后到最后 就伤害到感情 伤害到一定的地步 就是 就是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我想到了 嗯 这个日落 因为以前 我觉得日落 是当天的问题 当天解决 啊 不能到 不能过了 呃 那个啥 就像人家说 夫妻吵架 什么墙 墙 啊 床头吵架 床尾合 啊 意思 呃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以前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呃 但是 我觉得这个生气 它不只是 呃 家人之间 夫妻之间 可能会跟很多人 嗯 只要跟他 发生冲突的 都有可能 就是不管跟任何人 所以这个地方 嗯 不过 嗯 刘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说 呃 应该 立刻回转 立刻回转 就是 哦 不 把怒气消掉 嗯 哦 感谢 我有 我有一点可以分享 我是嘉玲 我可以有一点分享 因为我去查另外一个圣经 因为26节跟27节 其实写到27节才据点 然后另外一本圣经 他的翻译是说 生气的时候不可犯罪 也不可生气到日落 焦点 他这个翻译是 免得让魔鬼抓到机会 引诱你们去犯罪 因为我们原本和和本事 也不可嘛 这感觉上好像两个意思断开 可是如果是 免得让魔鬼抓到机会 引诱你们去犯罪 我觉得就很合理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姐妹说的那个例子 假设 假设因为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 假设我今天是晚上跟我先生吵架 那都已经日落 那我怎么办呢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 实际上就是 我虽然好像跟先生听有一点好点 或者跟小孩一样 也有可能 可是我不要吵完架 或者骂完小孩 心里还在那边生气翻旧账 那因为如果我 还一直想着这个不高兴的事情 或者什么 我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那如果这个地步拉长时间了的话 魔鬼就可以趁机引诱我去犯罪 譬如说我就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夫妻关系上 同事关系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那个日落 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 真的不是一天两天时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有可能我生气了 但我不一定能够立刻跟那个人和好 可是在还没有办法和好前 我不要一直再去 记得我们吵架的那个事情 因为如果我一直记得那个吵架事情 甚至一直脑子就东想西想 那我就给魔鬼留地步 然后魔鬼就有可能因为我去犯罪 所以我以前其实也想过这个日落的问题 我是这样的想法 谢谢 谢谢 这个按照 按照史公的一个对日头这个理解呢 解释呢 尽管这个尼夫所书呢 是保罗写他没有内意 但我想他都可以 说到日头可以借用一下 因为日头呢 就指的是对主之爱 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时候呢 就是指的 不是说这个就日头一落 就这个时间上的日落 而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怒气呢 这样怒气发怒 然后持续到这个 你的爱心 你日头代表爱心嘛 落下来之后就等于说是 丝毫没有爱心的地步 是这样我觉得 还有这个 这个神在基督里 表述了你们一样 如果按照史公的这种解释的话 我觉得这个基督里 为什么说是基督里面 基督 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呢 耶稣代表呢 良善 神性良善 然后基督代表神性真理 神的我理解就是神性良善 这样的话 他任何饶恕呢 他都是有方法 基督是特别强调真理 或者方法这面 说神要让人救赎啊 他都是有一个方法 不是说单凭这个怜悯 都单凭里面 这个人我怜悯他 他饶恕他了 上天堂 那个人不饶恕他 不是这个意思 而说任何的怜悯 都有他的方法 在基督里面 就是在基督的这个 就是在真理里面 具体来说呢 就是基督呢 如果说最大的事件 就是主道成肉身 来到事件 他来到事件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来到事件一边啊 因为人的已经是 堕落到一个地步了 他如果不来 这个梯子如果不降下 伸到这个地面上 人没法得救 所以我理解这个基督里面 在强调真理方面 或者说方法方面 就是神的智慧方面 爱理解 太好了 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好 那个我觉得大家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啊 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理解 这样的可以更全面一点啊 当然就是说刚才大家说的都很好 我看一下这个英文啊 就是26节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Will you still angry? 他你要从英文直译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要就是任凭这个太阳落神 落下去 就实际上就是刚才雅各和这个 广边解释的意思 就是你要不要没有限度的去生气 尤其是不要把神的这个光和热啊 就是代表这个真理和这个仁爱啊 不要把这个呢 就完全放弃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就是说你要有节制 要知道你的基本的这个爱和这个真理啊 还是在那里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 刚才也是就是对 这是一种对应了 我觉得就是雅各说的也对 这个有这个内意啊 就是对应 这个日落对应的这个光和热 和这个良善和真理 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三十二节啊 就是神在基督里 就像神都在 神在基督里 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意思 我只是说自己的理解 就是说我们谈到主 主呢 他是就是神性和人性的这个完全的结合 因为主就是降到人世嘛 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人啊 基督饶恕了我们 实际上就是说啊 有这个人性和神性的完整的结合啊 的饶恕 实际上就是说啊对我们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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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范畴之内或者这个这个方面的这个饶恕 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神是神性嘛 代表的是神性 就是良善和真理 但是呢基督里面呢 实际上也包含了神性 就是人性 像神性的完全的转化 很好谢谢谢谢 这个 我 这大家的讨论给我 给我 给我的有了 给我的那么一点 怎么说呢 一点启发或者一点启示 我想 刚才那个 雅各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 他没有灵意 没有灵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按照守卫东宝的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著作里面的提示的 就是新音乐里面就有四福音 和这个 启示录 是有灵意的 都是实际上真是神 上帝所默示的 其他呢 他并不是上帝直接的话语 或者不是神所默示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都把史公子书和这个圣经 新约 各个那个使徒保罗 各个那些使徒们的那些书信 我们对比起来看的时候 你会越读 你会越发现 使徒保罗 还有这他的那些 基督的那些使徒们 对于神的 真理的理解 他们理解的深度 真是不是一般的凡人能够达到 尤其是保罗 他那个领悟之深 你光从字面上读一遍 也可能读 并不能深刻的理解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掰开揉睡 把他和前后 或者是圣经 这个旧约圣经等等 和神的话语 加上史维登堡 对他对这些 这些真理的解释 你会发现 那个 那个保罗的理解 真是有相当的深度 这就是为什么 他的那些书信 被收入到 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因 能收入到圣经里面 曾经有人问 曾经有人问说是 那你那圣经那些个书 不都是人们你自己编的吗 你是谁确定是圣经不是圣经 不是都你人确定的吗 这个有人这个问 问谁的 问了唐从容牧师 唐从容牧师回答了一句 他说 你们以为圣经的成书的过程中 上帝没有作为吗 就是上帝圣经的这39卷书 哪一部应该在里面 哪一部不应该在里面 你以为纯粹都是人的作为吗 不是的 上帝有他的旨意 有他的作为 有他的引导 有他的运行在里面 所以最后 确定了这39部书 这个 这是一个 大家讨论的 给我提出了一个提醒 我只是讲我的这个感觉 不一定正确 大家进攻参考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雪平问到我们这个 比如说哪一段 哪一章节 或者某一个提法的 这个里面的灵意 我给我一个提醒 就是说 你看我们知道 现在四福音书 也有现当代的学者 史维登堡的学者 圣经学者 在做四福音书的灵意的解读 那么我们每个人 可不可以也按照自己 当你学到一定是程度 学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你可以不可以按照你的理解 去进行解读呢 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只有你解读的是不是 是不是正确 或者是不是 是不是合理 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 大家在一块切磋探讨 大家也许看到 哎呦 你那个灵光一闪 还真是 还真是给我们 给大家很好的启发 如果那种情况下 大家都会有益的 大家都会获益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个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能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 就是你可以从 努力从灵意上来理解 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都知道 旧约圣经所有的 这个 这个 这三十九部 不是 全部 全部一共是六卷说 这个三十九部 三十九卷 这个旧约圣经 全部都是有灵意的 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史维德玛 只解释了 那前面的 那两卷书 对不对 后面没有 那么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某一小部分 进行探索 把它 思索 它可能的灵意 我觉得这是 这是可以 可以探索的 至于说 你的探索 能不能成为一个 一个标准 那我 那领说 我觉得我们可能 都太有限了 我们达不到那样的 那样的高度 但是探索一下 思考一下 给别人 在探讨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给别人提供一点 自己的想法 也可能是会有益的 这是大家给我 刚才讨论的时候 给我的一个 给我的一个提示 我只是 讲讲我的感觉 谢谢 我完全同意 因为这个圣经 本身是活的 这个 这个 史公经常讲这个 而且我们都知道 就是 圣经 它是流露 是圣灵的流露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约翰 约翰书 这个三章 也是讲的是 这个意思 就圣经本身 是活的 你不能是 就是这个言语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就很咬着的不放 就是活的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史公也说过 天使们 对圣经的理解 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情况下 和不同的天使 他都会有 他自己的理解 就实际上 圣灵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有具体的指导 和基础 具体的流露 那么 每个人的 这个对圣经的理解 是随着 你的圣灵的状态 就是在你 在你这个 这个人里面的状态 来变的 他是 他是living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家互相交流 对这个 没有谁对谁错 只不过就是在 严格在圣灵的 这个指引下来 有耶稣的生命 来光照我们 然后得出的 这个理解 都是好的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每个人 就是理解 在不同的时间 在圣灵的 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流注 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呢 就是我们都是要 很这个 open的 就是说敞开的 就是说尽量的来体会 圣灵对我们的指引 讲得太好了 林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我们在一起 学习 所能提高的主要点 因为我们人 真的是很有限 但是把我们 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以后三十几个人 大家的脑袋 大家的智慧 大家的学习体会 都放在一起来讨论 互相出镜 这是我们 可以就是说 加速我们 灵性上的 长进 所以我在读 这个 广斌的 这个 这个路 就他有一个 这个书 大道 这个东西 我最喜欢读的 就是他那个 灵命要长进 这个章节里面的东西 我就觉得 对我特别有用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在一起学习 就是说 不是来咬文节制 也不是来干什么 就是我们就像今天这样 大家都开诚公布的 然后把自己 每一个人 自己的理解 放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很充分的利用时间 然后我们再加上 印的指点 我觉得我们的 学习进程会更快 真的非常衷心 感谢每一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小姨的 这种非常 非常好的 这个屏幕 谢谢 还有要说的吗 老师我还要想问一个问题 还是这段 还是这段 就是那个三世节里以后 有一个不要叫神的 圣灵担忧 你们原始受了 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里的圣灵担忧 什么 我没有搞明白 就是我们怎么样 是叫圣灵担忧呢 我们被邪恶引去了 我们要永远面向主 他就不担忧了 我们也不小心 不按照正正的 所以我们理解 世界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以为这个 我们没犯罪 实际上实时处处 我们都有可能犯罪 这个魔鬼一直在拉我们 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 有点像什么 就像圣灵 是站在一个 至高点上 来看着我们 这些渺小的 底下的这些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后果 他看着一清而楚 他本来希望 都带也都往下 他那走 结果有些人 自以为在向他走的过程中 反而是走斜了 走偏了 或者往后退 他看着很遗憾 觉得这怎么办 希望帮助他 他就觉得好像 你怎么这样理解 你怎么这样走 他可能有点 有点觉得 很为你担忧 这种圣灵的忧愁 是不是这个意思 谢谢 我理解 那主这个 但是这在说 把主拟人化 因为圣经 很多这种 就是用表象的说法 实际上神不会 永远不会担忧 但是他就是描绘着 好像是一位父母一样 为他的儿女 如果做错事的话 为他担忧一样 生怕他做错事 这种担忧 这样的话 拟人这个说之后 让我们能体会到 哦神特别希望我们 有什么问题 赶快要悔改 不要 要紧守自己 恐怕这个 这个 这个 自己 这个 他用这种人格化 这种拟人的说法 来说的 我理解 好 谢谢 雅各 雅各总是有很深刻的 这种礼节 太感谢你 嗯 就像神 有时候神后悔 英华造人就后悔了 这种说法 都是一种 这种 用人的这种 角度 在人的这个立场上 说话 好像人都作为父母 看见小孩的那种 这种 就是会后悔 表明那种状况 非常的糟糕 这个意思 对 对 这里面 这里面 还 时不时的会有 那个翻译者 翻译的人 用词的 那个选择的问题 对 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在英文里头 这个 这句话 他用的什么词 翻译的是 担忧呢 嗯 这里说的后面 因为后面说要等候得 书的日子来到 是要让我们持守他的 持守他的道 我们要有信心 有盼望 嗯 不只是说怕我们走偏了 嗯 而且还 还不愿意我们 走到半途 半途而废 或者因着 不明白真理 或者什么 或者遭遇一些挫折 嗯 坚难 走不下去 我想应该也有这些 成分 因为最后一句 是等候得舒的日子来到 嗯 这个担忧 以英文里头 它是哪个词 它这样翻译的 悲伤 就是 它用了一个 grave 就是悲伤 嗯 and do not grave the holy spirit of the god 这个 就是说你家 比如说 哪个亲人死去了 这就是 grave 就是悲伤的意思 忧伤 那我觉得这个词 更好一些吧 哦 我觉得这个 实际上就是说 人都能对我们 非常 雅各讲非常对 实际上就是 圣经有很多的地方 因为 圣经本身是灵嘛 就是咱们圣经里 说很多 圣经本身是灵 它是在那个层次的 所以呢 和我们人讲话的时候 神都是要变成 我们人可以 这个理解的语言 所以就是 就是说 等于是 我们做错了事情 我们的天父 是 是 就是说 愿意 他最高兴的是 让我们按照 他的旨意 按照他的这个计划 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就最后都送我们回家 就是说 这是他最高兴的 但是神本质上 是没有忧伤的 神是总是 就是说 是喜乐的 对 就是 这个因为都是 都是从 希伯来文 就是说 旧约啊 都是从 希伯来文翻译过来 新约从 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英文的 都是 英文的学者 把它从 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时候 有的 你看 不同的 你会发现 不同的版本的 英文译者 同样一句话 同样 或者同样一个词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英文词 我们这些人呢 在翻译的时候 像翻译 史维多姆的 全部从英文翻译的 我们不可能读 拉丁文 从英文翻译的 那么英文翻译者 他们用的词 就直接影响了 我们的翻译 等等等等 就是说这个 这个在读圣经的过程中 我们脑子里面 得有这个弦 就有的时候 这个翻译者 他用的词 会影响 会代表 反正是怎么说 不能说人家不对 对不对 反正最起码会有差异 不同的翻译者 会有不同的 语言习惯等等 这也会影响到 我们对这些 经文的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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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明白了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新的 要说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 好不好 好 谢谢广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雅各 谢谢 谢谢雪平问题 问得很好 所以我们 在灵性上的长进 我觉得感悟很重要 要去悟 要去思考 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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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 晚安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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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